以前讲到立法院公道博 大家可能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王金平 现在韩国瑜是不是也开始有模有样了呢 这个先请教一下这个巧慧委员 今天看到这个静周刊的这个主题 真的还是还蛮有意思的 他说韩国瑜蜕变成立法院的新公道博 他说现在其实在国民党的氛围很微妙 因为两个月前国民党重心拱跃 把韩国瑜推上去当院长 国民党充满了振奋跟期待的心情 可是现在状况微妙的转变了 好像听起来对韩国瑜的抱怨 大于对韩国瑜的赞赏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瑜坚守中立原则 不直接跟国民党团靠拢 所以有很多党内人士也建议 是不是要请这个柯志恩 谢龙介这些 跟韩国瑜稍微比较有私交的立委 去扮演韩国瑜跟党团之间的润滑剂 难道现在韩国瑜跟国民党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吗 听说一些国民党的立委都在万谈 你怎么都戈壁向外弯 有没有这样的事啦委员 老实说因为我不是国民党的党团成员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的距离跟韩院长是有多近 还是多远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想问国民党党团立院党团就是 难道你们不认为立法院的院长是需要遵守议事中立吗 他不用遵守我们的国会务法里面的这个政副议长不认党职 不涉入政党事务吗 你们是认为又要改游戏规则吗 你们一开始在推选韩院长上去当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抱持着要破坏现游游戏规则这样的状态 想说来一个最大咖的就站在那里 所以整个立法院就随我才赚了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真的就是有点像我们 就不是有点像是根本就是了 根本就是像这个我们红杉安委员说的 自从他们现在在立法院取得人数上的优势之后 就觉得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完全可以照他们的想要的方式去改 改到任何的就是游戏一定要玩到最后是他赢 才叫做游戏规则 不然的话呢任何的规则都不叫做规则 所以我觉得你我们过去非常努力的让整个国会议事能够顺畅进行 大党当然是可以过半但小党也有他的空间 那大家可以来协商 但是到最后用表决来做一个定论结论 这个规则似乎是越来越不存在了 提案的目的也越来越荒谬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给人的印象 还有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用人数的优势来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我觉得这并不是对一个国家可长可久往好处再走的方向 这是对国民党团的部分 但你如果说到韩国瑜韩院长的话 确实我们个人也是有一些观察 按照说是不是改变很多 其实真的改变蛮多的 那我们会说他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叫怎么讲 及格以上 平均以下 就是可能还没有到 没有到说历来最好的状况 比他好的比比皆是 不要说别的 王晶婷就是一个啊 对不对 我觉得游院长也不输他 也是好很多啊 毕竟他的历练 游院长一生的历练坐上那个位置 还是比韩院长好很多 但是韩院长有没有在努力 也是有啦 怎么说呢 这我实在是觉得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蓝绿的标准实在是差距太远 你看同样一个花莲震灾 对不对 大家苛刻到说绿营议员只捐一日所得 这实在是太低 会批评到这样的状况 但是对蓝白的议员 蓝白的政治人物 那个花莲的这个李河王 现在最新封号 还有这个民众党的发言人 这样的状况却不见一面倒的踏伐 这实在是标准差太多 好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说标准 标准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要称赞韩院长 可是自己讲出来又觉得有点好笑 我要称赞他的是他现在非常准时上班 我记得我去下午总咨询的那天 是在下午两点半以后的下午场 在两点半的时候立法院会准时打铃 铃声长达40秒 而40秒的铃声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就看到韩院长走进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好棒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 准时就该给鼓励啦 现在变成这样啊 所以你就觉得以前我们在评论 从最基本的开始 所以我自己讲完我都想笑了 说奇怪我们现在怎么对于评论一个立法院长 好不好的标准降到这么低啊 那这样是真的对的吗 那可是像韩院长现在的作风确实是说 他就尽量不涉入政党之间吧 所以看得出来他跟国民党这边 也在主持议事上面并没有真的说 让他们多讲时间超长 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起舞 这个目前是没有看到的 没偏心啦 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啦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说他是及格以上 但平均未满 因为确实一个立法院院长 要能够做的大的建树 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 但相较于过去用膝盖走路啦 或者是说没有准时上班啦 喝酒喝到让人家一身酒气的韩院长 确实目前也不复建啦 也没有再看到的意思啦 所以我们当然期待院长还是要是好的 是准时上班的 是中立的 所以目前为止我还是期待 韩院长的风格能够继续持续 所以韩国瑜他真的好像有努力 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 我不知道约会姐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有个新闻 就是艺人郭子贤也到立法院去 好像因为节目的关系 但是韩国瑜院长那个时候呢 他是以什么样理由 他是说因为他要接待外宾 很无言耶 所以就没有跟郭子贤合体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讲说 是不是韩国瑜他现在想要一改 就是那种大家只要看到韩国瑜来 就觉得综艺咖 他是不是想要洗白这个形象 所以他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那怎么样的努力呢 其实说真的啦 立法院长本来就是要行事中立 但是国民党怎么会有人抱怨 说韩国瑜没有加进我们来营党团的群组 这样不行 今天周刊爆料啦 说陈玉珍在国民党群组里面在骂说 这个党团三长应该要建议韩国瑜 你应该要加进来我们党籍立委群组啊 那你自己不加进来 不然你也派核心幕僚跟党团来沟通嘛 听一下我们国民党立委对法案的想法是什么 到底现在国民党的朋友对立法院长的认知 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刚才这个乔会委员讲了正常版 因为一个院长或副院长 他们在主持议会的时候 主持这个议事的时候 当然是要公平 所以要不要加入群组里面 是不是应该听他们党团委员的这意见 我觉得这当然是尊重韩院长 那但是你们这些意见 是不是会影响到院长 那院长会不会因此而被影响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主持议会的时候 是不是公正的一个判断 第二个是韩院长 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 或者是他想要往正常的路上走去 就是进场 对这是第一标 因为据说他是一个唱着夜席 有雄心壮志的一个男人 他未来可能还在政治上面 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立法院院长 搞不好我以后在台湾的政坛当中 我还有所图啊 这不然我不会写台湾地区啊 对不对 虽然我的政治的敏感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我总是在学习啊 所以我怎么能够跟你们国民党的人 的这些委员继续混下去呢 我其实觉得韩国瑜现在 是迈向这个正常人 是迈向作为一个台湾政治的 政治人物当中比较正常的一条路上 我不晓得他未来会不会走偏 未来会不会走回头路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最基本的 他有试着要去做 至于国民党的话 有在改变啊 丝毫都没有考虑到 这是国民党 现在反而是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立委错 而不是韩国瑜错 刚才这次委员给韩院长打的分数 是说是有及格 及格以上 但是平均以下 委员这评价不低耶 现在的现象真的很特别 现在反倒是绿营给的评价不低 反倒是国民党的委员 他跟他起步步 甚至陈玉珍被爆料说 哇在群组里面还说 韩国瑜啊周万岚 不要想什么公正中立 不要拿这些词来骗人 你不帮忙就算了 也不要扯后腿 过去民进党完全执政 怎么样对待国民党 再也这么久 还不懂得学习民进党的长处 陈玉珍叫韩国瑜不要扯后腿耶 你们对立法院长都没在跟他们针中耶 委员 首先听到绿营对韩院长韩国瑜 不骂他还夸他 我真的不太习惯 我在英国待了很多年 英国的议长通常就 order order 喊个几次大家就安静下来 台湾的民主可惜还没有那么先进 所以并不是说今天我们韩院长 喊个order大家全部都能够静下来 所以说在这一个主持议事的中立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你说现在我们在讲说 蓝营自己的立委在认为说 怎么好像都在扯自己后腿 没有在挺我们 那你说前面他没收民进党的一些 立委的咨询权的时候 全部人都去跟他抗议的时候 那到底他是偏袒哪一边 所以说今天 你是要怎么做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议事中立的时候 你自然会面临到两边 都会各自有一些压力 然后一些不同的解读 但是这个时间点 你说今天看韩院长 他做立法院长的表现 我自己就上一届的国会的经验 虽然不多 但是以这个经验来看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对韩院长的表现 我觉得四个字 可圈可点 我觉得可圈可点 因为基本上他已经扮演到一个 该有一个角色 那你说意识要中立 大家是不是会服 大家还是会批评 立法委员最厉害就是批评 没有大家都不批评 那你现在在讲 就是说到底今天 这个韩院长 或许我们有一些立委同事 觉得他应该要加入群组 要跟大家 我倒觉得就是说 加入群组跟维持意识中立 不代表一定直接互相违背 你觉得会冲突是不是 我举个 或许民进党委员可以告诉我们 之前游锡坤院长也好 苏嘉全院长也好 有没有加入民进党的群组 我想有时候一些沟通也还是必要 只是说你要主持议事 不代表你都不知道大家的一些意见 我虽然知道你在想什么 可是我上去不一定要偏谈你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直接的 那把这个拿来当作理由 我也觉得有些牵强了 那不代表说今天他不在群组里 意见他就听不到 他就不知道大家的想法 那有时候群组很罗嗦 一个小时几十个 大家在那边你一嘴我一言的 你叫院长如何公正组持议事 他也很麻烦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这次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韩国瑜院长 他真正的挑战 其实还没有开始 因为现在都还只是一些 这个波澜 还没有到真正的 比如说总预算案 或者说是一些重大法案的立法 那甚至是一些 可能会有违宪争议的立法 委员你怎么会就是挑战 因为现在国民党是最大党 我们的最大党多大你知道吗 我们54减掉两席以后是52 跟民进党51只差一席 对啊但是问题是 所以这个一席是非常薄弱的多数 甚至就只说一席了 怎么这么客气 事实上是因为你看院长副院长都 院长在副院长不在 然后这个两个人就算在场 也不会像其他国家说 平手的时候可以加入下去投票 所以这场其实 还有那个长期配合的高级委员 还有整选政委员 所以都已经加进去了 那已经52 52加2再减2了 他们并没有随时在合作啊 对不对 这八个并没有随时在跟哪边合作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国民党跟民党是52比51在院会里面 没有啦其实这个 那八熙对韩院长最好的部分是什么 他们根本不用韩院长喊order order 那黄国昌只要看到韩国瑜院长 自动就说韩院长 我们都叫院长的 院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配合 跟面对我们的时候那种太离谱了 这种完全是两种作风 差太多差太多了 那我是说真正的挑战还在前面 也就是说国会之间的工坊 我们这几年的经验 他真正是重大的预算案 重大的法案立法 我觉得才可以看出真正的功力 韩国瑜没有办法成为公道博 等一下回来博委 我们继续来讨论